8月16号我们帮个产品发布会 所有手机行业都在关注我们 而且各家都出了各种各样的举计方案 你想不就小米发布一个产品吗 这发布会北京每天在开100一场发布会吧 那小米怎么按一个发布会变成了万众瞩目呢 我其实这个问题也问了 昨天我问了个同事 他说我们有品牌 我们的产品有吸引力 我说你别瞎扯了 我们背后做了多少工作 今天给你数一数 我相信心情和汗数 在这个背后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8月2号我们发布了包装图 8月4号我们发布了两兄弟占这个盒子 8月5号又被大家广泛的PS PS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出了到公司 说小米手机乘2等于816798 问你什么意思 当然没有几个人算出来 小米手机等于816798除2 因为太简单了 没有人去算 然后呢 米里在408 399.com 就是告诉你 我们8月10天后在798发布一个产品 接着呢 我们又岗位人先 我们的产品发布会卖了1000张门票 大家办个产品发布会 天天担心的是有没有人来啊 是吗 我们去年办发布会的时候 我们的市场部门跟我忧心忡忡的说 我们这么大场地会有人来吗 哎呀 我说你放一万个心 我说不仅要来我们试试卖门票 为什么不能卖门票 我说我们去年挤都挤不进去 差点点我都挤不进去 我们为什么不卖门票 他们说卖门票人家会骂你 我说我们也不图钱 这样我们把这个钱捐出去不就行了吗 捐给大家觉得公信力比较高的这个慈善机构就行了 我说我们不振带这个钱 就是这一系列的岗位人先的尝试 到最后的到处最后一天的时候 说实话也把我们快整疯了 我们东哥要开始电商加个赞 这个8月15号开赞 万一他们打三天我的事情不全泡汤了吗 弄得我没办法 8月14号晚上11点 我也莫名其妙的兴奋了一把 然后我们小米一代仓库里还有9万台 我跟他们说清库存搞定 只减700 那真的是我晚上11点决定的 第二天上9点搞定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过了 大家很骂我说 哎呀这个小米手机不保值 其实我们马上要上小米二代和小米ES 我们小米库里几万台货 这次是很少的货 这次做手机的非常少 但是搁在那里毕竟是很多钱 最后你这库存不解决 你会配得一塌糊涂的 所以第一个呢是解决库存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库存 是注意力 要东哥的战争打三天 我们小米二代就晃了 我们怎么在东哥如此强势的情况下 获得一点点的声音 东哥要打三天 咱小米是真枪实战的减了700块钱 是吧 大家说东哥玩假的嘛 说 最后的结果 东哥是真的假的 我也没去研究啊 但至少我从媒体的感受是说 东哥没真价格战嘛 我们来真的嘛 小米一代减700 1299 是吧 干了9万台 当然也说我做假 说你两小时就没货了 我真只有9万台 我也没想到两小时就没货了 因为我也没宣传 就是晚上11点 开干 第二点早上9点开始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忙 16号的发布会 哪有功夫 是吧 去折腾啊 要我们折腾可能两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通知不到 但是我中东新世界的所有的目的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怎么在电商价格战里面 获得关注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